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 经济下滑 急踩刹车 中共将暂停对大科技公司监管 随着疫情防控对中国经济的重创 中共当局准备暂停对科技行业的监管行动 有评论讽刺说 这个是中共要将韭菜养肥了之后再割 南华早报29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中共当局将结束对科技行业的监管整顿 等科技行业为促进经济发展 发挥更大的作用 之前习近平政府对科技公司出重拳监管打压 重重地打击了科技行业 报道称 有关人士透露 中共监管机构最早在本周末举行联合监管会议 然后在5月1日假日后 与大型科技公司举行座谈会 消息人士称 今次会面表明官员们承认监管对私营部门造成的损失 监管单位将向企业保证 不再要求整改或处以意外罚款 对象包括阿里巴巴、腾讯、美团以及自制跳动等 而另一位人士称 政府正在考虑给一些科技巨头 向国家提供1%的股权 并等政府在企业决策中发挥直接的作用 对此有网友评论说 将失入各个互联网公司的党支部、党委设置 才给到行业信心 如果不是只是在玩肉琴故众、养狗代国的拙劣把戏 也有评论说 那只不过是在下球的时候踩了一脚刹车而已 由于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 近期外资加速逃离 国内资金躺平 股市和人民受到重挫 为了挽救困境 中共近期频繁释放对企业和市场宽松的言论 习近平在周五的政治局会议上称 大陆将推动互联网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将规范对科技行业的控制 并制定具体措施支持该行业 这被视为政策转向的强烈信号 这个消息使中国科技股大幅上揚 阿里巴巴、美团、京东、腾讯等 中国科技股出现了两位数的涨幅 但是评论人士何毓认为 这样的消息对股市的刺激只能是暂时的 投资者经历太多次北京政府的积极喊话和积极消息 最后的政策结果都是无质而终 科技行业在经历了长达一年的监管打压后 纷纷裁员 被裁人数高达8万 一些企业的施质几乎损失殆尽 另外 美国对中国的一些科技企业的制裁 以及芯片供应短缺 都限制了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 现在北京想要短期内通过政策挽救科技行业 是不可能的 彭博社称 欧洲大规模投资中国时代可能已经结束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不单指使欧洲各国从俄罗斯设置 也引发欧洲各国对中共重新进行评估 彭博社28日报导指出 不经拒绝谴责俄罗斯的入侵 已经使其与欧洲各国的关系恶化 再加上防疫政策造成各种困扰 已经使得欧洲大规模投资中国的时代可能结束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指出 中共对乌克兰的态度所造成的公共形象 已经带来很大的影响 再加上中共的清零防疫政策 和相关的业务中断 现在真正要命的是 中共正在变得不可靠 这种观感已经深值人心 过去一年 欧盟与中共的关系急剧恶化 中欧投资协议陷入僵局 中共对立陶宛的施压加剧了紧张局势 报道指出 地缘政治因素正在影响中国经营的公司 3月下旬 上海还未封城之前 针对贸易商会的391名成员 进行的一行调查发现 大多数德国公司表示 俄乌战争造成的危机正在影响他们的中国战略 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预计将各自计划中的业务或投资 而46%的受访者认为 中国市场的吸引力下降 约10%的人表示 现有业务可能会迁出中国 27%的人表示 他们预计亚洲将加速多元化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 亚洲计划主任压特尔指出 在4月的峰会前 欧盟和国会员国 曾希望北京能够利用其对俄罗斯的影响力 来帮助结束战争 从而阻止中欧关系的螺旋式下降 现在这种希望已经破灭 德国联邦政府财政部长林德纳上周在演讲时表示 帕林需要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 来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克林·拜尔也表示 需要从德国对俄罗斯政策中吸取教训 并结束对中国的依赖 荣鼎集团副董事克拉茨 以及全欧洲最大的 密卡托中国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 曾格林在本周的一份联合报告指出 欧洲大规模投资中国的时代可能已经结束 中共将煤炭进口关税下调至零 随着全球煤炭价格攀升 中共当局宣布将对煤炭进口实施零税率 以保障能源安全 中共国务院关税税质委员会 在周四发布的一份公告中表示 将从5月1日至明年3月31日 对煤炭实施税率为零的进口暂定税率 目前根据煤炭类型 关税税率从3%至6%不等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进口国 俄乌战争推动了很多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 行业预计 今年煤炭的价格将超过每吨500美元 煤炭是中国的第一大能源来源 习近平在去年提出 中国的目标是到2060年实现正零排放 并限制了煤矿开采 随后煤炭短缺导致中国大范围停电 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政府有急忙转向 开始强调能源安全的重要性 请必须在炭中和与能源安全之间取得平衡 马斯克收购twitter后 卖出40亿美元特斯拉股票 根据28日晚间公开的监管备案文件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在同意以440亿美元收购twitter后的2日内 卖出了价值约40亿美元的特斯拉股票 文件显示 马斯克在周二和周三 共出售了440多万股股票 价格在大约每股870美元至1000美元之间 在本周出售股票之前 马斯克持有特斯拉大约17%的股份 持股数量超过1.72亿股 马斯克需要拿出210亿美元现金 给收购twitter的交易提供资金 他的融资计划还包括以他持有的价值 超过625亿美元的特斯拉股票作为抵押 借款125亿美元 特斯拉和几家银行已经约定 如果特斯拉股票下跌 马斯克需要提供更多的抵押品 马斯克周四在twitter上称 今日之后没有进一步出售特斯拉股票的计划 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 马斯克的净资产为2520亿美元是世界首富 不过他的大部分财产涉及他的公司 包括特斯拉和SpaceX 马斯克在特斯拉以股权奖利为报酬 不拿现金工资 截至去年马斯克将大约8800万股特斯拉股票 作为抵押品为其个人债务做担保 占其持股的一半以上 马斯克还拥有数以千万计的特斯拉股票期权 特斯拉本月早些时候公布了创纪录的季度利润后 他有望额外获得价值数以10亿美元计的股票期权 苹果财报营收创新高 警告供应链影响 美国科技公司苹果在28天发布财报 虽然供应链受到冲击 但企业整体营收状况良好 手机iPhone、苹果电脑等多项产品的营收 创下同期的新高 但苹果公司也警告说 现在多条产业链正在受到北京政府封城的冲击 这可能会影响苹果公司未来的财报营收表现 苹果执行长傅克表示 第二 供应链受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中国上海地区 北京政府虽然要求工厂重启 但仍未能恢复正常生产水平 这会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 苹果在俄罗斯的销售也停止了 这也会影响财年第三季度的营收和比增幅 公开的财报显示 截至3月底 苹果公司上季度营收达到973亿美元 较上年成长8.6% 其中 iPhone手机的营收同比增加了5.5% 占营收总体比重的52% iPhone 13的销售收入 占整体比重的20.4% 苹果公司指出 目前公司各种商品的需求都很稳定 其他周边的产品销售与服务项目 还创下了同期新高 但是 苹果财务长梅斯特里警告说 供应链问题可能会导致苹果 单季度销售损失40-80亿元 冻钥冲突 龜短缺等问题也会带来损失 除了苹果公司之外 各大知名的科技公司也面临同样问题 亚马逊公司的财报显示 公司的运输等成本已经变得很高 发展预期令行业感到失望 导致亚马逊公司股票下跌超过12% 今期的财经热点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 这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多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